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 The price of 2 apples and 3 lemons is $38 If the price of 3 apples and 2 lemons is $47 他就問我們 The price of 4 apples and 7 lemons is 到底是多少 好 事不宜遲 拿單紙出來再說 由於寫Y4才進 整條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站在一起 真心可以看著做 省時間 非常方便 在未做之前 我先設定符號 首先第一句 我寫了英文 中文和我等一會 我會說 X那麼多錢 就是這條題目的 Be the price of an apple 寫好一點 中文和我 切X那麼多錢 就是為一個蘋果的價錢 OK 可以嗎 下一句聰明的你都知道我想是甚麼 先寫英文 先寫英文 Let Y Be the price of an apple 中文和我 切Y那麼多錢 就是為一個 檸檬的價錢 OK 可以嗎 好了 明顯地 英文叫clearly 中文叫明顯地 其實我們做這類題目 擺明是玩聯合方程聯合 是否聽這個情況 擺明我們做這類題目 一定要成功由文字變回數字 如果你不能夠成功地 將文字變回數字 逐點運走 一定做不到 OK 可以嗎 我不知道你是否覺得 這裡第一句 黃色的文字 兩個蘋果和三個檸檬的價錢 是38元 英文就是這句 The price of two apples and three lemons is 38元 其實就是一個數字 我自己會這樣看 就是 兩個蘋果 而它每個就是x那麼多錢 就是二乘X那麼多錢 蘋果就是二乘X那麼多錢 買蘋果的時候 就再加三個檸檬 就是三 再乘回每個檸檬的價錢就是y 所以就是3y 總數加起來就應該 它說的 黃色的一句就是38元 所以其實這裡很明顯 得出了第一條色 意思是上 這個數字就是由 第一條數字 就是由 這個 就是由黃色的文字 以免出來的一條數字 此外 Also 我們又會看到一些東西 第二句的文字 這個也重要 其實是一條數字 它就說 約三個蘋果和兩個檸檬 又好一點 好一點 三個蘋果和兩個檸檬 價錢是47元 英文就給我看這句 if the price of three apples and two lemons is 47元 OK 其實它在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數字 就是三個蘋果 就是三個蘋果 即是三乘X X就是每個蘋果的多少錢 即是三乘X 就是三個蘋果的價錢 就再加 兩個檸檬 就是二乘Y Y就是每個檸檬的價錢 2Y就是兩個檸檬的價錢 加起來 就等於47元 很明顯 這條數字是由橙色的說話 OK 行不行 所以其實 本句說話來說 這裡 我就會叫它為異色 而事實上 現在有兩條數字 我這次 不如手動 當然你可以用Program 我不用計數機Program 因為你看不到我按機 我手動給你看 這次我會用加鑑消原法 你可以用加鑑消原法 或是代入消原法 就是method of elimination 或者是method of substitution 我這次用method of elimination 即加鑑消原法 好嗎 我就會把三個的一色 或者我先打開 我先打算 現在告訴大家 三乘一色 再減 二乘二 二色 那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把黃色這條色乘三 然後再減 把橙色這條色乘二 所以如果這樣做法 即是我們會 消去了X 簡單來說 因為這條乘三 三二乘六 6X 這條乘二 三二乘六 6X 上下雙減 所以這兩個就抵消了 行不行 簡單來說 這個三Y 乘二 就是 呃 Sorry 這個一色乘三 3Y乘三 3乘三Y 即是9Y 再減 二二乘四 就是4Y 所以其實九個減四個 只剩下五個 所以在這裏 只剩下五Y 好了 就等於右手邊這裏 38乘三 就再減 47乘二 所以在這裏 應該是20 左右兩邊都一樣 拿支六筆 五一乘五 五四中二十 所以左邊這裏變一 右邊這裏變四 簡單一點 就是說現在我們看到了 Y 其實就是等於 四 那我就叫這個做三色 這次呢 我就會 subsidute 中文就給我等一會 好 就把三色 進入 一色 那裏 中文就給我把三色 把三色 交進入一色 那裏 中文就給我把三色 將三色交進一色 按下去Y 所以就是2乘X 再加 就是3乘Y Y就是4 就是等於 38 而事實上 2X我照寫 這裡再加 3乘4就是12 就是等於 38 將加12調改變 -12 38-12 就是26 所以左邊剩下的就是2X 而右邊就等於26 左右兩邊再有一樣東西 左右兩邊除2 所以左邊就變回21如2 26除2就是13 所以換句話來說 現在你會看到1乘X就是X 那就等於 13 好了 所以 現在我們要計算什麼呢? 不要忘記初心 他就問我們 那 所以 所以我們就來了 所以 The Require Dealer 或者我退高一點 Price 中文就是所需的價錢 因為我們現在要計算的是 4個蘋果 再加7個檸檬 所以 4成 每個蘋果是13 再加7個檸檬 就是7成 而每個檸檬 就是4 所以換句話 最後按機 你不難發現4成13 再加7成4 愚無意外 會出80 整件事完成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正確答案就是 看到就看到 B80 終於完成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